离谷 王者新英雄居然是玩家自己哈 一共有15个技能 可以巴掌5个版本 我也是最快速度去实际体验了一下 快就像你的好兄弟一起看 这个新英雄叫原流之子 之前王者出了三体人 不管有多超标 烧了多少经费 他都只是一个英雄而已 而这次的原流之子 成功突破了英雄这个次元币 如果把以前的英雄比作NP3 那么原流之子就是一张全新的专辑 里面有五段NP3 玩这个英雄 你不仅可以选择男女性别 甚至可以自由捏脸 当你变成不同的分路 那么技能你会随之改变 在局内 他还有不同的武器供你选择 我们后面再细说 加莱请戴好耳机 我带你们玩几吧 新年我都先选择男吧 毕竟男两也是男 捏脸就随便捏一个 你看这英雄图标啊 还有这剑魔 真的像是玩家亲自进了侠谷一样 局内玩起来也是非常有代入感 真的啊 让我想起我初衷的时候 把自己带入进本命英雄的作恶感 虽然说羞耻 当然是挺怀念的 外面打雷了不好意思 接下来说一下搬选的规则 元流之子可以霸占五个搬位 比如你搬掉了元流之子的法师 但是我依然可以选择元流之子射手 这就有点离谱了 以往的三体人都是只能待在搬位里面 我元流之子直接把搬位给搬了 不过我的目前体验下来 英雄强度是适中的 而且这英雄也是免费的 农活都不用走 这样其实也挺公平的 还有一个规定啊 在所有模式里 单个阵营只能出现一个元流之子 两边就可以出现两个 哪怕在钻石以上的牌位和巅峰赛里 两边都可以选出元流之子 但不允许选出同职业 比如对面已经选出元流之子坦克了 那另一边就不能选坦克了 但是我依然可以玩元流之子的法师 元流之子射手 这个消息百分百属实 但是后续可能会有所改动 为了防御复杂 元流之子的技能都特别简单 而且有规律可循 一技能是元流之子的核心技能 你可以把它理解为优化 只要点一下就送你五成能量 你身边每多一个队友就多送你一成能量 这点必须给好评 说明他是个打团英雄 你像之前出了三体 基本都是一打五的 回到正题 那能量有啥用呢 他可以用来打强化普攻 消耗一成能量 还可以强化二技能 消耗四成能量 强化大招会消耗五成能量 注意了 你刚放强化技能的时候 是不消耗元技能的CD的 比如你刚放完个普通大招 就可以用一技能获得五成能量 继续使用强化大招 只要你身边有两三个队友 卡三个大招很简单了 这个我们之后再聊 现在体验服只做出来了坦克和法师 剩下三个 大家可以在评论区共创一下 说不定策划就看到了 我强烈建议做成打团英雄 还有像法师大招那样可以拖动的 互动感真的很强 体验感拉满了 最后就是武器了 每个分路都有不同的三把武器 回到泉水即可自由切换 武器没有什么技能 只提供基础属性 比如逆风的时候就很容易被秒 你就可以切换成盾牌 加生命值比较多 法师需要游走资源 那他选加一速了 说实话我相当看好这个英雄 不仅让我找回了那种中二的感觉 更是因为他的可玩性 可塑性都非常高看 还有建模啊 放在视频里面看没什么感觉 但是实际体验下来 我是真的喜欢 你说这次更新会不会跟王者世界有关呢 现在暴雨也停了 还有其他内容 一期视频是真的讲不完 我是快乐 那我们下期视频再见 拜拜